哈喽大家好 今天是周末 马上就八月份了 我们这还是31号 7月31号 八月份就是7号就立秋了 今年立秋格外早 但是现在我估计今年秋老虎也会很严重 给大家看看三福天情况下 我们家哪些开的最好的 我的后面背景就是 红霜喜 当之无愧 绝对是热闹 火辣 然后特别夺眼球的感觉 花园里还是要有饱和度 颜色 然后还有一款饱和度 各方面也不差 颜色还挺特殊的 就这一款 这一款花苞马上进入圣花期 这款叫遥远的鼓声 遥远的鼓声就是它的下花 我觉得是比春花美的一款 因为它春天的时候开的没有这么红艳 有点鲑鱼粉的感觉 所以现在会更粉嫩一点 这一朵已经开馋了 花期还是短 这一朵先开的已经顶不住了 开到圣花的时候格外美 过两天我在拍视频 然后这里特别美的 不多啊 因为美的我都搬过去了 这些都是花苞 满满的花苞 这个是新娘 然后有被虫子吃 现在是金龟子祸害的高发季 我们家也有的 大家放心 不是说我家就没有 你觉得特别严重 是因为主要是你花还是太少 你总共一租上来 你就开了两朵花 被吃了你会特别心疼 是吧 那我开的少的有几朵花 我们去看看 被吃的我也很心疼的 而且我拍到金龟子了 然后日本甲虫和金龟子呢 大家看到应该是觉得很像 但是它是一个大一个小啊 日本甲虫更小一点 样子是差不多的 好 来到我们这个遮阳的环境啊 遮阳的环境 我前面说过的啊 就是一些不耐晒的品种 放在这里稍微开两天 谢了赶紧拿出去啊 它还是要阳光的 这个就是被那个金龟子给祸害的 啃的 这个品种大家看一下 什么品种 我也不知道 夏天开的这么薄 是吧 这个是被啃了以后 又一晒嘛 就这样啊 其实真的 真的很完美的花心 然后上午啃的是这个 早上拍了个镜头 我就有个金龟子爬在上面 这个是瓣啊 瓣整体开出来的样子 整体下垂所以我把它放高一点 其实真的很美 即便是下垂也很美 它有那种荧光的那种感觉 它的背面啊 它的花瓣背面特别美 有荧光的感觉 所以它下垂也没关系 然后正面的是一个淡粉色 很甜的一个粉色 也很香 它是香的 然后那个就 金龟子的瓣害啊 包括日本甲虫的瓣害 其实真正的瓣害 你要担心的是什么 它在土壤里的瓣害 也是它在幼虫阶段 它在土里面啃那些根系 而且啊 它对那些大树 哪怕是苍天大树 普通金龟子还好 但是日本金龟子 就日本甲虫 它会集中在那个根系的下面 那个小脖子的地方 那个树倒了 就跟被砍伐过的一样 但它不是那个土以上 是土以下部分 它被啃的很均匀的一圈 就是那个被吸死 它会密密麻麻吸附在那个颈部 那个树就是你风一吹 然后又倒了 你以为是风吹倒的 实际上是日本甲虫祸害的 然后我们家还好 是因为我那个天竺葵种的多 天竺葵我听说是可以防 也不是说防吧 就是日本甲虫 或者是金龟子吃到 会死掉的 它是直接可以杀死它们 而且我这里也有粉丝反应 就是它那个 它们说在天竺葵的边上 也看到了那个金龟子的尸体 所以我更加确定这一点 然后我们家现在呢 就是这种状态 就是偶尔有 其实我都不担心的 因为花开的多都不担心的 就是那种小苗开了几朵 然后被啃一下 觉得有点难过 但是也算了 做园艺一定要学会那种 能够冷受这种 花园里总是有各种各样的动物 就是最根本的那种 就是在根系里面啃的幼虫 叫奇巢 要防治一下 也有专门的药的 园艺篇一百七搜索一下 里面我说过的 但是每个州不一样 有些地方还不能买 像这一朵花开很明显 就啃成这样 这种的还不是金龟子啃 应该这种是某个青虫啃 然后被我水一冲 就冲飞了还是怎么样的 或者被鸟吃掉了 虫已经不见了 但是花已经不成样了 就这个状态 其实这个花 整体开起来是这样 真美 叫蓝色天空 木村着工的 特别能开 特别能开 然后我那个龙球门廊开了 给大家看看 我刚刚端过来 我的这盆 那个缺带军微月 总算已经快不行了 我要休减 每天寻缘就是这样 然后这个就是那个龙球门了 看 它真的是 它的花形什么的 就你喜欢地球天使 你肯定会喜欢它 然后它 真的是耐开 它的那个花瓣 就跟塑料皮一样 你摸起来都感觉 它很精晒的感觉 所以这款都直接暴晒 然后当时 当时见过的 老观众应该是见过的 当时我买来的时候 真的是落的 就一根筷子 一根嘛 然后一朵花在上面开着 我说我龙球门廊 总算买到了 看今天就这样了 看数数几朵花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十十一十二 十三十四十五十六 十六朵花 它先把一个头开三朵花 这个开了四朵 这种花有一个什么好处 第一朵开的没有蟹 它后面的小花苞 陆续又打开了 那你就能承拨 你一旦承拨了 你说甲虫啃一口 啃一口 是吧 你青虫来了 我也不怕 啪水一冲 没了 花本身就是你说 一盆上就两朵花 那真的挺可惜的 就这个道理 这也就是意味着 其实我不是说不防止 也不是说不管 就大面积的来说 特别严重的时候 我也会打药的 该用药用药 但是不严重的时候 我基本上就不去管 其实绿色的金龟子挺漂亮的 也是一种灵动 在花园里 看这个眨眨眼 我春天刚买的时候 那个状态 我说这个玩花 我预估夏天 肯定是表现很好的 是吧 果然没错 是吧 整体现在就 我们家就是看 这些修剪掉的 这里修剪掉的 都没有花了 它就撑起来了 把我给整个场面撑起来了 就这么一株 是吧 还不是太大 是吧 今年春天新买 它真的是修剪完又开 修剪完又开 我摆在这儿是因为 这里喷零系统可以交到 我省力一点 这颗大家觉得可能很飘逸 很漂亮 这颗我总算搞清楚了 这颗是那个摩纳格王妃夏林 以前我指着那个珍珠门说是夏林 他们修剪是很像很像的 曾经它也长出一根藤本的蔓来 而且我以为是那个 就是跟街的那个墙围出来 结果不是 它开花了 说明它如果想作为藤本 也是可以的 它特别高 是吧 你今年你看我稍微留一下 它就已经跟我的人一样高了 它就是单朵花期夏天来说 闪得快了一点 所以它不太整体呈规模 能呈规模 但是前面的花已经闪掉了 它不是那种完全不成规模的 但不像花期特别单朵特别长的那种 第一梯队第二梯队第三梯队 但很明显啊 这批第二梯队已经开了 最早的第一梯队已经泄了 然后第三梯队还在这里 还在孕育这么小的花包 是吧 明显就不能在一起了 所以这个花就 你修剪你就很难取舍 是有这个问题的 你不可能说这样子再去剪吧 是吧 然后你过段时间 你想剪的时候 这些又开了 是会碰到这样的问题的 到时候我们拭目以待 我是怎么办 或者什么时间去修剪 那么记住今天的日期 是7月31号 那么东亚已经是8月1号了 然后来到外面 我们看一下我们的安逆公主 像这边 还是保护度可以的 开的还是漂亮的 就是也是不太沉拨 因为到时候上面开了 它下面这辆多肯定是卸了 然后我这颗是红双喜棒棒糖 修剪掉了 冰山棒棒糖修剪掉了 它们基本上是能够在一起 然后因为安逆公主这种特性 我种在这里我就有点尴尬 我也是实话实说 就是它们就不在一起了 不统一了 时间就 里面那个就是那个维基伍德 维基伍德夏天作为藤本来说 开的真的算很OK的 那我原一篇 维基伍德搜索就有 我专门介绍过 前两天里面那颗开的时候 专门介绍过 好 那今天就说到这里 这就是我家三福天的 整体的一个状态 那么我为什么要 不是说得瑟这种表现 而是要说服大家 种月季玫瑰 夏天可以种的很棒的 具体的操作 老生长堂的老观众会觉得 新观众去我的播放列表 去看新手必看 然后品种介绍的播放列表 也有去找找 喜欢的品种 好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